玛丽亚台风来袭 慈祭台中分会成立防灾中心 正言上人心系台风动态 其免志工在社区发挥力量 哪一个社区一通电话问 那里有平安吗 平安 开始在看灾 这就是当地大风修火 他们都可以及时去了解 台风防灾防止淹水 跟平时环保有很大关系 大理环保站平均每个月 回收两吨垃圾袋 而西团一环保团队 因为在地寸土尊金 大家是骑着机车 做行动环保点 做环保不分男女老幼 环保志工刘章麦 今年已经88岁 还有83岁的詹金差老菩萨 自家当环保点 天天回收分类 77岁慈祭志工张明珠 每天跟在环保车后面 做回收 我买一杯的堆胡保车 环保车 一三一一的 我就一三秒 比较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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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资深志工温馨座谈 每一位都是人老心不老 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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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岁 我们这42岁而已 这42岁 90岁才是师父 对啊 哪怕 这50岁师父这 你们30岁 40岁 还是 独身不退 这条线 还在乘 每一粒 就是在发掌 罪言上人勉励老菩萨们 每天要感恩 用欢喜心过日子 日日付出 生命就有价值 大家